荣旺轩小区位于杭州萧山科技城的萧青大道上 开发商是杭州景观置业有限公司 地下车库的746号车位 是陈先生2020年11月花25万购买的 他向记者展示了一张自己买完车位拍摄的照片 当时售楼处的地下车位示意图上 除了他的746号车位贴着已寿字样的标签 746号车位左侧的三个车位也贴着已寿 就是我们没打算买车位的 然后但是在相产交付的时候 他们销售贴出来一个车位示意图 已经贴满了 基本上贴满了已寿 我们看到之后也比较着急 就是想着如果现在不买的话 以后就是车没办法停了 当时选746号车位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他离那个电梯口是最近的 最近的第四个车位 然后因为前面三个离电梯 最近的三个车位都已经售出了 陈先生说 到了2021年6月 开发商销售剩余地库车位的时候 他又在售楼处拍了一张照片 还是同样的这四个车位 只有他买的746号车位贴着已寿 旁边这三个车位没有贴任何标签 我旁边的三个车位都没有卖出去 我当时我就很恼火 然后我就找销售了 然后销售跟我说 就是这是他们开发商自己预留的车位 这个解释我当时是不接受的 当时我们也没有跟开发商建立沟通的那个机制 然后后来我们前段时间交付的时候 然后大家邻居之间聊起来聊起来了 然后说说到这个事情 然后才跟开发商反应了 同样发现问题的还有业主金先生 他也是2020年花25万购买了地下车库车位 车位示意图的照片显示 金先生买这个667号车位时 右侧是一块靠近墙壁的空置区域 没有设置任何车位 上个月小区交付之后 他发现自家车位和墙壁之间多了一个668号车位 那肯定不方便 首先这里是个断头路 如果当时如果知道有这个668 我肯定不会选这个呀 中间这个呀 业主们表示 现在还有一件事情让他们很郁闷 开发商把车位 剩下没卖掉的车位 全部打包给那个第三方了 他们现在是降价10万块将近 就是在销售 那这个 你们买的时候那些车位都是多少钱的价格 就是25万 要么23万 23万5 那么这批车位的位置 是不是比你们车位要更差一些 差是肯定会差一点 但是这个价格差的太多了 几位业主告诉记者 他们和开发商在6月中旬谈过一次 他们说这个事情他们处理不了 因为他们销售的不是新希望 就是拿着那个 他们四家开发商股权 股权的问题去做 这个项目公司是由多家开发商一起合作的 对 补差差价我们也是可以接受的 是通过虚假宣传 让我购买这个车位的 那我肯定有权利去把这个车位给退掉的 他们说要么给你换车位 然后后面就没打货了 我觉得按合同上来嘛 这里没有的你就给他退掉好了嘛 按照业主们提供的号码 记着电话联系上开发商一位销售经理 相关的情况我们已经在跟业主包括相关部门对接了 然后那个因为这个项目是原来销售也不是我们 这个是原来其他股东方负责的销售 后来等于说测试之后还给了我们 所以很多情况肯定不是我们自己本身清楚的 有位业主跟我讲 他是买的是667 然后变上多了个668号车位靠墙的 然后他说你们答应他给他换车位 那到现在为止也没说法 这个我们之前已经答复给业主过了 那667号这位业主他说 他一直没有得到你们最新的答复啊 这个我们会跟业主联系吧 有部分业主可能就是说调换车位 但是也没有后续 就是他们一句话就是说车位已经卖掉了 一楼的车位已经全部卖掉了 就换不了了 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管局回复记者 对于荣旺轩小区业主反应的情况 局里已经立案 目前还在调查核实当中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政府中国人都在卓下核实当中 黄金眼记者 cuid 就是舞台俩行的人 感谢观看